是非不分的世代让人绝望 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 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 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 面对挫折沮丧 何处才是我的家乡 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 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 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 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 邀请你一同聆听 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现代人的希望 我是慧年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心不过就是在那方寸之间 但是你的心是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 因为唯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 神才能够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 也唯有他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空虚 和你分享这首圣小梅的《心灵的空虚》 你说你生活好忙碌 心中却感觉好孤独 不知道缺少什么 心里总不能满足 你说忙碌 你说忙碌 始终解脱 可以暂时忘了记忆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 空虚却把你淹没 原来在人的心灵深处 有一个填补满地空虚 唯有上帝能将它填补 是你心满足 你说你生活好忙碌 心中却感觉好孤独 不知道缺少什么 不知道缺少什么 心里总不能满足 心里总不能满足 你说忙碌 始终解脱 可以暂时忘了记忆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 空虚却把你淹没 原来在人的心灵深处 有一个填补满地空虚 万有上帝能将它填补 为又上帝能将它填补 为了上帝能将它填补 事里心满足 事里心满足 畎碌 原来在人的心灵深处 我 便�озд必定到任何人的灵深处 有一个填补满地空虚 有一个填补满地空虚 你看天主 是的原来在人的心灵深处 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处 这个空处这世上任何人事物都不能填补 唯有上帝能够填补 能够使我们满足 在圣经里面也说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将心归向神 我们的眼目也要喜悦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 那么我们必得着心灵的满足 也必得着从神来的能力 除了上帝无人能填补 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和您说再会了 祝福你平安喜乐 我是惠年 现代人的希望 我们下次再会